大姐你好 童娘甜甜 郭玉杰60岁 离异 退休金1200元 有双膀 住房面积46平米 大姐你这我熟悉的感觉 还亮它 就是说白眼的事吧 白眼的事 不是这肯定是熟悉感觉 你看大姐这个地板都放亮 擦得更近了 我就喜欢熟悉的熟悉 习惯熟悉啊 要是退马 我还有点不习惯 郭大姐的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收拾得很干净 也布置得很温馨 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挺热爱生活的人 接着红娘和郭大姐 聊起了她的感情 大姐是离婚的还是 离的 99年 郭大姐在1999年的时候 就和前夫离了婚 提到原因的时候 郭大姐说她有太多的委屈了 她怎么说就比较就是没有责任心 我怎么没有责任心法啊 哎呀生孩子了 脚病了 那不像现在上医院呢 我们呢 现在就是找能春老太太 哎呀这边肚疼腰疼不行了 我说是不行了 要生 那我去给你找去吧 我们的跟前呢是那个老太太 她就去了 到那个儿子了 那个 那个 到哪呀 那个 都跟我叫小姐 要生去 看看 那我去 万一你跟他们就下地干活去了 他没回家 不回家呀 你可家要生孩子了 他给你找到这个 接什么的老太太 他就直接 下地干活 他也没 就是跟老太太家 送完老太太说 一会儿就去 万一人就走了 就去干活去了 我们家俩孩子 人都没跟你跟亲 前夫不仅在平时的生活中 对郭大姐很少关心 就连郭大姐生孩子的时候 他都没有陪在郭大姐的身边 郭大姐说 他其实在很早就动过离婚的念头了 可是为了孩子 他很不下那个心 结婚了我们就是不行嘛 我就心啥呢 散了吧离婚人秀婚 对付我一次 感觉你 那在小十八岁结婚呢 我一次感觉 后来有孩子了 那就更不能行了 就是 眼睛让孩子有个家 因为你女孩特别 没有孩子的时候 离婚怕人笑话 有了女儿以后呢 郭大姐就更不会选择离婚了 因为她想让女儿 有个完整的家 因为我就是 没有家 哥哥个家 我哥哥个家 我就十八岁就结婚了嘛 就为了有个家嘛 记得忙的 就这个能春 就成个家 资格有个家吧 郭大姐十几岁的时候 父母就去世了 她是在哥哥嫂子的身边长大的 虽然两个人对她不错 可她还是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正因为她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她更加明白 家对于孩子的重要性 所以她一直等到孩子长大了 才选择和前夫离婚 她现在离婚27年了 孩子也不用她再操心了 于是她鼓起了勇气 再次寻找幸福 就是说年龄啥的 我还不怎么太坚硬 就比我小的就行 我不喜欢师父小的 哎呀师父小的 我感觉到好像是 还想买 不行 不靠谱 不靠谱啊 就有责任心 现在我自己也 我累也不着急了 她这一言要是说有责任心 行 咱就处处就找找 没有的话 就隔音过去呗 郭大姐就想找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而我们的田大哥 对妻子重情重义 对孩子无微不至 非常的有责任心 于是在红娘的张罗下 两个人见了面 大姐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没拿啥玩 我去拿几双袜子 哎呀妈 谢谢谢谢 大哥他家特产 儿子开袜子厂的 是袜子厂的 理性情义重 是吧 来来 你俩互相介绍一下吧 好 你贵心呢 我姓铁 先移成 我姓郭 叫郭玉杰 你好 不是 但这些人还行 最起码是本分人的 咋看什么本分的 咋看 咋也从书画上课 咋的 咋这些家庭找得多好 演员人们还行 不是说那么太讨厌 在我这人就 也没办法就实话是说 丑得不能太讨厌 还挺实在的 上门相信 给送几双腕的这个举动 你觉得咋样 还行 希望是啥意思呀 你觉得没见过 这么送东西的呀 还是觉得 没收过这样的礼物啊 也没收过 怎么说 实话是说 也没接触这个事啊 东西不论多少 也有这个心 所以什么东西少啊 咋的 我现在就咋的了 田大哥和郭大姐 对彼此印象还不错 接着田大哥主动开口 问起了郭大姐的感情状况 你是担心老伴呢 我们是离的 哦 离 离 十一二十多年了 哦 那你 你这就意思是大人了 嗯 大姐为啥离婚 你跟大哥说说 大姐为啥离婚 嗯 就是男人没有责任心 就像有个责任心 我也不会说啥 我那是下午的 嗯 老伴 你说啥 你 我们 我孩子 我孩子是两岁时候 他就开始有病 嗯 两岁又有病 做大手术做了三次 跟工作领手术一次 跟咱们夏儿院手术一次 嗯嗯 嗯 跟长春一辣又手术一次 嗯 三次之后 后来到会儿那水变那啥了 变肝癌了 我那又 手术完之后又隔了两年 就去世了 嗯 老伴病十年了 然后他这边还得照顾着这个 老伴 然后这边还得照顾着三个孩子 还得挣钱养家 嗯 你想想其实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的话 他读不容易啊 是 所以大哥责任心 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心也好啊 对这个家人的责任心也好 大哥是非常强烈的 嗯 还有责任心 还重情重义啊 对 按他说的好像还是有点责任心 嗯 嗯 所以你把孩子管咋地呢 咋过你把孩子拉扯都成家了 嗯 这就是责任心呗 是不是 这郭大姐就想找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田大哥照顾老伴的举动 温暖了郭大姐的心 于是郭大姐接下来主动问起了田大哥一个问题 可就是这个问题 让两个人的相亲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是什么呢 咱广告回来 接着看 这郭大姐和田大哥见面之后 他们之间的气氛一直不错 郭大姐也特别欣赏田大哥身上的责任感 于是他主动问了郭大哥一个问题 就是抽烟喝酒 对 抽烟喝酒 嗯 嗯 咱们啥事得实话实说 男同志喝点酒 抽点烟 我们家都没有抽烟的 抽烟翻译 别说你家 既然家也没有抽 就我抽 那你咋还抽呢 这就是说啥 你说 嗯 参加工作的时候 晚上最后开始就学抽烟 这是你一个人吸毒 50个人受害 那是你听话说的对了 我这就说死话 那是确实 但是抽烟抽的 味太大了 太熏了什么 味太大了 这烟的油的味 他一进入我就闻那个烟 我说什么 我就是提抽烟的酒的 抽的抽几个烟的 抽的抽几个烟的 一些烟的烟的一喝 那一个人这抽 你两个人来找老伴 能不能少抽点人 没有那么寂寞了 这得这么做 我说句话吧 咱说啥事 实话是做 那要是这要是干好 那能记了才好呢 这真大事是 因为记验不好 人要是抽到那么大 超过60多岁 把路记验记久都不好 第一是 尽量能记少抽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两个人从见面开始 对彼此的印象就不错 可是一闻到田大哥身上的烟味 郭大姐有点退缩了 好在田大哥有戒烟的想法 可是两个人又都觉得 这个年纪戒烟可能会得病 那么他们到底会做出 怎样的选择呢 也是挺好挺实在的 好像我就有点不太习惯抽呗 这么大岁数的记忆 记忆来还不好 对身体还不好 祝你得找一个 跟两个同伴都能抽呗 你 说了来点 好 祝你祝福祝福大姐吧 行 祝你找一个不抽呗的 好的 好了 好 借你吉安 好 好